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英文真的是白血公主 旁边有七个小爱人 你看 都在帮她 这七个人其实是很忠心为她 宋楚瑜是白血公主吧 不是 可是他们是在为蔡英文 她帮宋联署其实是为蔡英文 大家都很清楚 那民进党嘴巴对外讲 对外讲说干部啦公职大家都不能 其实都很暗中的相挺嘛 你可以看看 如果照他们的公职 公职当然也代表民进党 因为是民党提名 那他们大家都在暗中相挺 那这个是不能讲出来 因为讲出来太丢脸了 所以我们忙很久做了天路人宴 蔡英文要选这个水到其成就当选了 干嘛还要靠宋楚瑜 这是对外的诉求 但其实大家内心想的 是不是都要靠宋楚瑜 是啊 现在台湾嫌疾其实只有 嘴巴是这样讲 但是这些人做 其实都是党里面不能讲出来的秘密 我们看喔 我们过去在帮党外杂志写稿的时候 这个稿子 印好以后警总就去抄 就在印刷厂去抄 你还没有出来 然后民进党那时候还是党外 就开始出来骂 东西都还没有出来 你怎么可以去没收 我怎么可以去怎么样 我们现在节目还没有播出来 他们就播出来我就告你 他的情况就一样 虽然民进党像以前的警总一般 一模一样 哇 所以这个 其实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另外 我觉得也有点 这是帮小英的忙嘛 为什么要帮宋楚瑜连署 没有错 就是帮小英的忙 希望宋楚瑜能够参选嘛 那另外一方面看 你们对小英主席的信心不够 那倒不是 他们希望这个小英主席能够当选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里面最 里面那悬坏事情是什么 小英主席不应该如此 私底下内心里呢 希望人家赶快去帮忙 宋楚瑜连署 要讲得光面谈谈说 你们是连署我来处分你 那我告诉你 这几个如果被处分 我认为不会被处分 如果被处分的原因是什么 是泄密 而不是违反打击 怎么可以吧 没有好好的应对回应 我再回头来讲 我的说法 这七个议员并没有错 我要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苏贞昌是独立参选 兵不厌诈嘛 如果苏贞昌独立参选 我沉密一定供他去帮他联署 我还告诉大家说 去帮他联署 对我们的选情有帮助 大家不要做伪君子嘛 真小人 为什么 选举就是要赢嘛 我恨不得苏贞昌独立参选 我不但要帮他联署 我还告诉大家捐钱给他 募款买餐盒 我们去买回来 不吃都要去买 为什么 如果苏贞昌 如果苏贞昌来参选 是不是对马英九有利 台湾政治老百姓不是笨蛋 看无啦 你这个党主席讲出来的话 你是一个人把他当什么 对不对 完全没有人听小英主席 小英从党部外面 都没有人听他的 面子也下不来 这种微信也 你还要领导国家 你连你党内 你讲的话人家都不听 应该是说那七个啦 比例上来说 你看没有帮宋连署的 其实还是占多数 45个对啊 我不想是说 我太单纯 还是他们太复杂 如果整个党 就像我跟阿扁 一开始对宋的判断一样 我们都认为 出来不见得 对蔡英文有利的话 那下面大家就很清楚 不会去跟着走 那现在整个党 比较麻烦是说 比如说刚刚明依讲说 宋先去三立接收专访 那三立的那个节目 大量化新闻的支持者 其实很清楚 他观众绿的百分之九十几嘛 我们等于是把那个 我们这个网路购物的公司 会员资料摊开给 亲民党去掠夺耶 你怎么知道去 下去联署支持他的人是 真的 真的是去支持他还是假的 没办法判断 你是真的单纯还是假的单纯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七个议员 他们会受到党籍的处分吗 因为没有听小英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收拽去处分 对 如果一个党 他们可能在今天 也不敢跟中央党部讲说 我们办公室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们才会跟我讲说 只有一两个电话 所以你看他们还骗你 他们故意骗你说 都认为大家都讲的是实话 那如果他们 好 他们没有告诉你完整 你满事实好了 我觉得如果是他们都知道 你们这些统计的话 大家都把资料全部网上报 说我们有几个人是这样 他不敢开记者会说要告节目 每一天都在这里被检验 说实在的 所以这些的 我们太清楚了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求证的 一个新闻专业敬业之后的一个结果 你告我们什么 对呀我看看 你刚刚啊 这一个我们这一个 把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在宋楚义的连署上面 已经是亲历连线 你看我这个连署书 我就可以去跟这个 跟这个亲民党拿 已经是这个亲历连线 是啊他现在是 那我们要讲一句说 今天来讲的话 事实上最难堪的 刚刚明毅讲的是一种 险战策略的考量 民进党来讲的话 这险战策略的考量 宋楚义来写 但是我感觉最难看的是宋先生 以前被视为是一个英雄的 一个有为的 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果眼上 那呢 为了让增加的一些数字 能够参显 我对宋这样情何以堪 我最难过的 就是从整个事件来看 你说这个处罚谁 这个大家都新出肚明 处罚也是表面性的 那也是民进党自己的自家的事情 对 但是我讲的就是情何以堪 对宋先生情何以堪 那面对于 尤其是今天不该他们开这个记者会 对民主是一个绝大的伤害 我在想 如果民进党又再执政的话 恐怕 恐怕要灌好多 不止喔 一打堆头吗 都要 就很恐怖 对从警总又再线还是这样 为了要盖一个信息啊 都在节目还没开播 就已经下这个威胁信了 一个通牒 所以我感觉过 看到这样的事件 我就感觉难过 真是民主退步 实际上这事情 没有需要这么严重嘛 其实这个严重是那个态度 你在恐吓媒体 然后说你如果敢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其实这种东西 我坦白讲 如果播出来是错误的 你一定要告 为了民进党的声誉 为了这些议员的声誉 你一定要告 但如果播出来是真的 你还要去告 我也欢迎你来告 我觉得今天因为叫我们不准播嘛 可是我们还是播了 也把他们讲的话大概的列了下来 如果说民进党还是觉得说 我们是错的 觉得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报的话 欢迎提告 提告的话呢 我就立刻明天我们节目里就公布 所有讲这些话的议员的名字 他们的党职 以及他们所有讲话的全部的内容 不只是摘要一两句而已 我会建议这是播啦 不要说明天今天就播啦 没关系 我们等他 我们还给民进党一个可以反省的机会 如果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就不告了的话 我们也就暂时的先hold住 没有没有没有不行这样 我在这边 我也是对你们节目比较不好意思 但是我会建议我们中央党部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确认我们的消息是正确的 那应该贵节目告到底 但是如果你们播出来的确是他们这样回答 而且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应该跟你们说个道歉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哇 党民进党的道歉 五点 天长地久 中党部那块部不晓得党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想党是想党什么 就是说其实民进党的支持者 多数都挺送的连署 但是党中央为了辩子就出来讲 我们绝对不能去挺送 那请问已经有人包括王淑慧我老朋友 你会不会处问他 没有啊 没有看到有人做处问 所以嘴巴讲不可以 你们去做都没关系 我就没看到就是这样 我今天看一个访问 原来报访问顾宽明 顾宽明说马昂九一定选输我们 他说我现在最怕的顾宽明 我现在最怕的国民党 气马保送我们可能就输了 顾宽明 他还在帮送我加一把 那宋跑去跟郑宏宜苦苦哀求 逃票的时候 其实手脚都被人家看破了 包括林中山老师 过去其实跟宋交情也不错 就大家都看破了 你现在你现在既然去跟一个 郑宏宜利盈的阵营 去跟他苦苦哀求 对不对 逃票 那你的格局已经没有了 可是他这个 已经呼唤了很多利盈的人说 啊 宋主席不是说要100万票吗 现在既然不够 我们赶快帮他联署 所以只剩这10天 立营寝朝而出 基层寝朝而出 再帮他动 这是必然的嘛 所以算会不会够 会够啊 为了要让蔡英文当选 这些招数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但是这对社会观感来说 绝对不好的 你不要把 不要把宋先生把亲民党 当作我们的工具在玩嘛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感到 但是 但是 宋先生很希望 他很希望当里面的工具 他很愿意当马贤苏啊 我认为现在是民进党 是他的工具 反正就是 铁证如山 民进党的议员的服务处 确实是在帮宋楚瑜做联署 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的人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亲民党寄联署书给他们 刚好有寄给我们 或者是他们去跟亲民党的议员 拿的联署书 基本上看起来 有主动也有被动 所以这里面的一个 就非常好玩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那请问一下 他们到底是担心些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动作 而另外一方面要看的 就是刚才林老师讲的 宋先生 情何以堪 我们待会回来